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星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 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转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疗疗疗疗疗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愚药原医生会诊 大抗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个疗疗疗 这次我就介绍一个同类疗疗疗疗 mast 毛青 拉丁文叫做 Arum triphylum A R U M Arum triphylum T R I P H Y L L U M 英文我们叫做 Jack in the pulpit Jack in the pulpit 我相信大家都玩过这种玩具 就是玩具里面 就是一个盒子 打开来 里面一个小丑 或者有个公仔 可以这样弹出来的 这个是Jack in the pulpit 这种玩具 因为自然界 毛青 这种植物 亦都会有这种种子 会突然之间 在中间会爆出来的 Jack in the pulpit 我亦都叫做 Indian turnip 亦都有这个名字 毛青这个植物 其实本身 可以说是含有 相当刺激性的毒液 会导致我们的黏膜 的表面会发炎 亦都会令到我们的组织 可以说是 损毁我们的身体表皮的组织 这个毛青 我们通常是有什么地方用得着的 其实有几样东西 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的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花粉热的鼻敏感 我和大家都曾经都说过 鼻敏感是香港是挺常见的 好了 毛青这个的花粉热鼻敏感 鼻炎的症状 那个症状就是 那个病人 是很难控制到 是来到 撩鼻膏的 那么 撩鼻膏的这个症状 我之前 我都和大家介绍了 一个叫做 芦苇 芦苇都有这种 这样的 要需要撩鼻膏 芦苇 那个疗剂 因为是鼻孔痕 鼻孔痕 要来到 撩鼻膏 来到拗鼻膏的 但是呢 毛青这个 是里面的鼻膏 是有些 有些好似刺激 不适的那种 这样的感觉 是导致 那个那个 是需要 是慢地去 刮鼻膏 也都可以刮鼻膏 刮到流血 那样的 所以呢 毛青这个 也可以处理一下 鼻炎 花粉热鼻敏感 是需要 是需要一种 要不断地来到 撩鼻 那个撩到出血的 那第二个情况之下呢 就 很多时候呢 毛青 这种这样的 鼻炎 排出来的那些排泄物 是会刮到 那个上唇的 刮到红了的 那之前我也都跟大家 介绍过一个 洋葱 洋葱也是 严重的伤风 有流鼻水 鼻水通常都会刮的 那这个毛青 这个鼻的 分泌物 也都是会刮的 也都刮的程度 是比那个 那个 洋葱 更严重的 那所以 是一种鼻炎 鼻歌 不断要刮的鼻孔 那还有呢 是令到那个 上唇 是口腔 附近 是刮到红了 那样的 那样的 那还有一个 可以应用的范围呢 我们就叫做 牧师喉 牧师喉 你知道啦 牧师要讲道 那讲得耐用得多呢 喉咙就出现 沙瓦 可以这样说 在喉咙炎的情况之下 那就 讲话 是说不出声 那通常 就是讲下讲下 讲到后来 那个声音 就突然之间 就没办法完成了 说不出了 那这种这样的 我们叫做 讲者的喉咙痛 就是讲得耐用得多 导致的喉咙 毛青是一个 可以应用的 尿剂的 毛青在另外 一些小的地方 它是属于 倾向于 左边问题的 尿剂 也有时候 因为喝热咖啡 是引发头痛 或者 因为 穿衣 穿得太热 焗到 是头痛 那这个 亦都是 毛青 可以 治疗的 尿剂的范围 好了 这个尿剂 虽然是简单 很短 但是 如果用得着的时候 都是非它不可 好 今次 就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 零丹妙药的 同类疗剂 毛青 好 拜拜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药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 同类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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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